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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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上海的故事发生在上海一户昔日的大妇人家里 因为母亲病重 分散在各地的四个子女回到家中 引发了许多恩怨纠缠 赵有亮扮演大哥 大学毕业就被送去西北 他在那里落地生根 但心心念念的就是能在上海拥有一间房 好让孩子回来上学 顾美华扮演的二姐 是兄弟姐妹中学历最低的 高中毕业就被分配到贵州农村插队 因为丈夫赌博 他离异后独自带着女儿千辛万苦回到上海 虽然他的经济条件最差 但对于母亲的照顾却是最多的 冯远真扮演的三弟是个律师 他生活富足 但家庭生活一地鸡毛 妻子三天两头找他吵架 儿子也跟他叫板 王祖贤扮演的小妹定居美国 是个工程师 她没有结婚也丧失了生育能力 是一个外表光鲜 满肚子苦水的人 分散在各地的儿女们厂聚 因为距离而深埋的矛盾 逐渐浮出水面 老母亲对于每一个孩子的处境都心知肚明 就像所有中国传统大家庭里的母亲一样 她也难免有所偏爱 也会心怀愧疚 我欠你太多了 我把东西和房子都会留给你 她对于曾经跟家庭划清界限的小女儿心怀怨恨 这表现在小女儿风尘仆仆 从国外赶回来 探望母亲 她却连话都不愿跟女儿说一句 而对于大儿子心里惦记自己的房子 她冷言冷语的出言则怪 不过最终身为母亲的她和每一个子女单独谈心 将自己和孩子们心中的心结逐一解开 然后平静地死去 没想到 刚办完丧事 兄妹四人围坐在一起 又因为分割房产争吵了起来 大哥冒雨离去 二姐和小妹追出门 只剩下小弟面对父母的一向忏悔 这里面 冯远珍老师的一句台词 击中很多观众的泪脸 她说 我们年纪都不小了 可是在你们面前 我们还是被宠坏了 总想说一些好听的话 可是一说出口 不知怎么了 总是把别人伤害了 总想说一些好听的话 可是一说出口 不知道怎么 总是把别人给伤害了 老是跟最亲的人吵架 也许我们爱得太深了 所以我们就在那里 互相折磨对方 是的 因为爱得太深 所以总是互相折磨对方 美丽上海是一部充满温情的影片 浓浓的中国传统式的文化矛盾冲突 传达的是一种血浓于水 打不断 骂不走的亲戚 莎士比亚曾说 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剧院 而我们则是这个剧院的演员 一个故事浓缩了每一个中国家庭 都可能发生的故事 而在看别人故事的同时 我没有何尝不是在审视自己呢